这个西瓜皮满一些八十多次 长运满点皮 气味熏天的 初期熏天 给我们一道安装 来来来进去人家都无了个别的都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去年村里夏局新进行垃圾分类 每家一个小桶 用来装剩菜剩饭 杂草树叶等可欧垃圾 三次家一个大桶 用来装塑料玻璃等不可欧垃圾 可欧垃圾每天由村保金元收集后 运至村外堆放处 进行欧非返田 不可欧垃圾 则由保洁公司运至县城统一处理 但最初这项工作的推进并不顺利 当时有这种想法的村民并不少见 为此村里的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 同时推选出一批老党员 责任心强的村民 作为街掌 负责管理和监督街道卫生 和沿街住户的垃圾分类 以垃圾分类为契机村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银行 印制文明实践钞票并发给积极参与的村民 村里根据每户获得的文明实践钞票的多少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 每季度评选 红旗文明实践户 年底表彰文明富豪 有了认同和参与 习惯也就慢慢养成了 大陆小孩都知道这个分类是砸分类了 你可不可以找搬个缩了点 这小孩知道搬这个桶的 有个叶子在来他知道搬这个桶的 这为这个垃圾分类 基本上从大陆到小孩都知道这回事了 垃圾量减少了后再有本人的救世 每年减少这方面的经济 这在十七八块 这十七八块 我们又用到老百姓发展采样 目前 扇县已在全县农村推广 这一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法 全面铺开后 全县每年可节约垃圾处理费用 九千多万元